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在图瓦共和国首府科兹勒一所中学出席公开课活动 普京在活动中表示 当局关心边境地区因局势被迫在线上上课的学生 军方将近一切努力恢复他们的正常生活 谈到库尔斯克形势 普京指出乌军越境进攻俄库尔斯克州是为了阻止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 但未能成功 俄军在顿巴斯的推进速度是以平方千米论 普京又指出 基辅当局不愿停战是为了不进行总统选举 但首先必须打击额境内的乌军 战事方面 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2号早上表示 首府比尔格罗德市的一所幼儿园在乌军袭击中严重受损 受此影响 当地一些幼儿园将停课一周 几所学校将在线上授课 当天凌晨 乌克兰首都基辅上空传出巨大爆炸声 火球腾空而起 乌克兰空军表示 共摧毁俄军向各地发射的22枚导弹和20架无人机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 被击落的导弹碎片不仅造成人员受伤 还引发火灾 有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 这次MP1 Rais动部 这一位学校 这本肯定是要做的 这些学校都没关ي 所有学生 there 在学校 这样做的 正好 我说 尾巴放过来 手机车 均私きた 屏幕 丢队 但学校要进行 我们渋责 我们国家 那些人 我们的家人 这什么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 敦促合作伙伴允许乌军对俄罗斯境内进行远程打击 他批评乌军被迫束手束脚的作战十分荒谬 还呼吁亚洲伙伴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防卫视综合报道